我是近代建筑 我們先前都有說 我們這個西方文明這個十二接近 如此往前走 那麼這個 那麼在有一些共同的轉折 就是往他們繼續往前跑 這次轉折的是一個固定的形式 他們在西方往前走的同時 在東方有兩種文明是 古中華文明跟古印度文明 這種合起來 十四就對稱於耶穌的十四古路 那麼如果最後統統都達到的話 就是圓滿 圓滿之後呢 十五 那麼還有一個例外 一切都有例外 但無論如何呢 今天就到了 到了這個 早期西洋建材建築 早期西洋 我們就說這個 西洋建築 就是在地中海這個地方 圓著 地中海 沿著古時候的 古羅馬帝國的這個 大致的領域 那麼再後來 再加上 德意志 然後 Hungarian 不是 Anglou Anglou Saxon 我們再加進來以後 就到了 後來的 後來的有幾個 德意志的 日耳曼民主的加入 那 那麼一直 這一次演化 是從原來就有 全有 慢慢一步 往前走 再後來 集結起來 變成一個 和共同的認知 以後再爆炸 再發揚 發揚結果 跟當初是 處在同樣的樣態當中 那麼今天呢 就到了這個 早期西洋建築 來跟各位分享 那麼歐洲呢 早期西洋建築 大致 有這 大致 有這十二項 那麼 新藝 藝術運動啊 讀書一格的啦 詭異表現的 那麼 現在就不在這個地方講 直接我們進 進到裡面去 那麼 在這幾個 十二樣的 十二個樣態裡面呢 當然 都顯現了 我們這十二原則的 這個 的意涵 那麼 另外呢 我們每一個 每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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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視線呢 都取一個 代表來做說明 第一個 就是 Walt Worgan Walt Worgan 這個時候呢 在 進入 早期 早期 靜態建築 早期靜態建築 由於工業革命的關係 歐洲有兩個地方工業革命 一個 德國的 很顯著另外一個 英國的工業革命也非常的顯著 那麼 我們 由於二次大戰的關係 那麼 那 民生的工業 就 就很多 於是呢 這個 就利用新的材料 那 這張圖兩個波動 一個 一個呢 是 新的材料的使用 另外一個是 建築物呢 是 採有機的 organic 的生長方式 那 不像是固定的 格級 固定的 一定的 對稱的方式 而是按照 生活的型態 啊 那麼 最後呢 去組成平面 然後 在外形上 就 加起來 這邊有一個 很有名的記者叫做 form follow function 那麼 裡面的機能是 怎麼樣的安排 那麼這個造型 就隨著它這樣 來走 那麼 第二種呢 第二種呢 是代表的是 是那個 Sization Sization 就是 分離主義 分離主義呢 就是裡面 當時 在 進入早期 近代建築的時候 同時也是 早期 近代藝術 的時候 那麼 在進到這樣的時候啊 就有很多 新創的東西 這新創的東西啊 比起古典的 文藝復興的作品啊 那後來的 後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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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來的這個 教室主義啊 後來的浪漫主義啊 後來的 這些 畫風啊 是 在 公筆啊 在寫實的情況之下 是 可以說是 不能比的 他 以他們的 觀點來看 就是說 比不上 可是呢 這個 藝術家啊 有一個內在的本能 尤其是 經過 文藝復興的 那個 那個 這個 大文西 的 街市之後 那麼 這個 藝術家 都變成 不是都變成 是特別注重思想 那麼 於是呢 再也 不被極限 在那種 寫實的風格之下 就有很多 燦爛的作品出現 那麼 這些 嗯 作品呢 比起那個 古典的 啊 主流的 就沒有地方可以燦爛 於是呢 同樣的 在建築上 也有類似這樣的情形 就 於是 結合起來 結合起來 就 啊 設計的這種 啊 跟古典建築 不是很一樣 大家 可以說是 啊 很不一樣的 這個 就是要跟你不一樣的 這種 啊 建築物來 展出 展出 這個 新 藝術時代的 這個 作品 那麼 第三個呢 是 啊 帶有一點神秘色彩的 啊 進到第三階段了 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樣態啊 啊 啊 我們都曉得這個 啊 古埃及的建築物 都跟神秘有很密切的關係 啊 啊 其實耶穌家們啊 從內心發出來的一種熱力啊 還有他的想像力 還有他的靈感啊 啊 這個 也帶有很多的這個神秘氣質 於是呢 啊 啊 在建築上面呢 有一位叫做安東尼亞高底的 啊 這樣的人啊 啊 受了這個房地產的主人啊 的氣重 於是呢 整個家族的住宅啊 啊 還有就房地產的開發啊 在巴塞隆納的這個地方 那麼 做了好大一片的開發 這個安東尼亞高底呢 可以說是一個建築天才 每一個人都是建築天才 建築師都是建築天才 那個於是呢 他就把他的神秘氣質發揮到 啊 到極點 他這個房子呢 是有海怪的 海中動物的形象 有這個啊 天使惡魔的形象 有這個神話故事裡頭的 精靈的神 的這種啊 形象在裡面 那麼組合成一種啊 啊 跟以前決然不同的建築物 那麼 在啊 宗教建築上面呢 他設計的這個 這個 聖母宴啊 那麼 跟是突破力寫 那麼 有不一樣的啊 結構方式 跟不一樣的造型 顯現出來 他的啊 神秘特質 那麼 進到第四種樣態呢 就是那種啊 注重思想的 注重思想的 就把啊 以前 凡是做建築的 的相對的思考方式 那麼 建築物是 然後要素 是什麼 他們結合起來 是靠什麼結合起來的 那麼他們啊 啊 牽涉到這手工藝的藝術 什麼 他們啊 有關聯的 有關聯的 藝術創作 繪畫是什麼 把這些啊 集中 思想家 藝術家 建築師 集中起來 的啊 開了一種啊 叫做建築學院 建築學院呢 建築學院呢 後來啊 我們很多 留學生 到美國 在德國 到英國回來的時候 幾乎都是啊 啊 古吹 古吹這種啊 包 包號式的這種 建築設計學院 到現在呢 仍然有很多學校啊 是啊 在按照這個方式啊 在經營藝術學院 經營這個設計的科學 那麼另外一種不同的是 我們把古時候的 匠人的技術啊 木工啊 木工啊 石工啊 這個 鋼鐵的工人啊 混凝土的工人啊 這些 construction method 都在以前 都 在以前 都有 今年年月下來 都有他讀到的地方 那麼於是呢 啊 人整合起來 把這個 技術傳給匠人 傳給匠人 這 比較 類似我們的 高中裡頭的建築科 那麼 或者是 莊科學校的 這個 技術學院 可是我們台灣的 技術學院後來都變成 技術大學了 科技大學了 於是台灣就空了這一塊 這個是 現在看起來啊 這個 台灣啊 這個建築的水準 營造的水準 這不好啊 就差在這個地方 那麼大家都是高談 扣論都到 第四的這個地方 來講究建築理論 好 那麼這個 認真的思考啊 這個 用一種 方法學的 眼光跟精神去探究 到底建築物的組成因素是什麼 那麼 吳外夫就是屋頂柱子 內牆 外牆 還有他 他放在基地上的時候 跟環境之間的關係 這幾個要素如果都可以掌握的話 他就可以做好建築 那麼 意思呢 他沒有什麼很特別的 這個 這個 花俏的 的 的一些 裝飾 成為質樸簡單的 建築 那麼 代表人物是 這個 MISS Vandereau 德國人 也有一點 猶太人的血統 那麼 這個呢 這個是 阿巴阿頭 在丹麥的地方 的一個老人 養老院 他也是 秉著這種精神啊 這個 把屯平面 按照機能 鋪繩起來 給予 給予 樓板 給予牆壁 給予外牆 然後跟 附近的森林 啊 玻璃結合在一起 成為非常簡單的 啊 簡樸的 表達形式 那麼 第七個 就是比較 啊 先到到Innovation 跟Creative的 啊 這樣的一個特質 代表人物呢 是 美國的 美國 美國的 猶太人 這個 是 叫做 嗯 Frank Loyal Wright 喔 Frank Loyal Wright 現在這個 有名的 Falling Water 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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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莊 那麼這個是 Guggenheim Museum 在 紐約 好的 啊 我們台灣差一點也要有這個Museum 這一類的Museum到台灣來 只是在 啊 啊 台中市前兩任的 那一位市長啊 都已經邀請好了 可是呢 就 就現在有洁癖的 有反對黨啊 他是說 這可能牽涉到什麼 利益輸送啊 就馬上阻止了 結果這件好事 啊 就沒有在台灣發生 這個 Guggenheim Museum 是 以收藏什麼東西文明呢 以收藏 早期抽象畫文明的 他們的 他們家族的 的 祖先啊 啊 就是在剛剛 剛剛在那個 Cecession那一段時期啊 收藏了很多別人不想要的 這一類的 不成熟的抽象畫 可是後來啊 時間到了這個 整個時代潮流轉變呢 水漲殘高 於是這個 Guggenheim這個家族啊 就變成 很富有很富有的這個 啊 的家族的企業的產業 於是呢 他們就蓋 蓋了這個 Museum 啊 Museum 這個Frank Royal Wright 這是特別的浪漫啊 於是呢 在 當然他也遵行前面的那 那五六種的水平啊 垂直啊 平面啊 啊 圍牆啊 這一系列的這個規則 這個是Toro Design 是完整的一個 我們是為了方便 特別去 為了說明 特別去彰顯它這一方面的特點 那麽像這個呢 啊 水啊 建築物跟水啊 跟三連在一起 中國也有這樣的三水化啊 可是真正的要住 那我們另外啊 在這個自來水公司啊 水力發電的地方啊 這個水經過建築物啊 就產生電力啊 那我們也是一種很 很科技的東西 可是說作為人住在裡面 那可就有問題了 因為濕氣太高 所以這棟建築物啊 後來啊 就變成 沒有人住 就變成公家的 賣給公家的 由公家來經營 有的這個 展覽館 那麽裡面就成類物品了 只要控制好 實際就得宜了 好 那麽 這個Prototype 這個Guggenheim Museum 反之在設計Museum 就大都遵行一個這樣的原則 就對於參觀的人來說呢 從底下 坐著Escalators 不是坐著Elevator 電梯啊 到最頂層 然後由上而下 那繼續的往下走 就把作品參觀完了 那旁邊呢 這是一個辦公的地方啊 編織的地方 工廠的地方 這樣兩種東西照著基人 它把它組合在一起 那就比較特殊的是 上面比較寬一點 下面比較 下一點 各位還曉得嗎 我們已經介紹過 英國的倫敦的市政中心 還有這個比薩邪塔 也就是這樣走著走著走下來 所以這個古典建築啊 跟現代建築之間啊 有很密切的這種關聯啊 等一下會有一個 特別的介紹 好 我們進到第八個 第八個呢 是強調啊 立體雕刻的藝術 這個代表人物啊 是我們 曾經介紹過的 勒科 勒科 這個法國人 這個法國人呢 我們有人把它翻譯成 勒科比義 有把勒也不見了 叫科比義 好 那這個 這個 這個 修理院 修理院啊 這個很像 很像 修理一個頂的頭頂啊 它 特殊的造型 有垂直 有水平 有浮線 很厚的 很厚的 很厚的墻呢 汪線從外面 到裡面去 有很強烈的 神秘的 宗教變化 他世界有名 他是聯合國總會的設計人 他在瑞士做了修道宴 他們在新德里的地方 在印度新德里的地方 做了一個都市計劃 做他們的市政府 市議會 這是他們的市政廳 也造型非常的突出 特別講究造型 這個是Le Couperier 再過來這是未來主義 未來主義是 都市化以後 都市的土地 人口密集 都市的土地 使用的強度變高 於是建高樓 因為裏面要有一些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Communication 有這種人的垂直的走 人的水平的走 再加上人的水平的垂直交差 再加上 這個時候是工業化 工業化 汽車發明 汽車是很機動的能力 於是就有很多不同方向的動線的連結 那麼在高速的運轉之下 很多垂直的形狀變成傾斜 那麼乾脆就把它做成傾斜 這裡面呢 這裡面呢 有格德建築 有格德建築 這有格德建築的這個 留下來的意象再過來 是專門研究古典建築 然後從裡面找到一些規則 應用到現代建築的設計上 這個代表人是路易斯康 這是猶太人 已經講了兩次猶太人 三次猶太人 猶太人在建築上 又出了很多人才了 當然也有很多別的民族的 也出了人才 那這邊我們看這些 這個薄薄的牆壁就是那個 扶壁 扶壁呢就把它簡化 明明白白的就薄薄的板 那麼這個混凝土 清水混凝土的使用再加上木頭 就是注重那個raw material 材料的本質的一個表現 那麼這些呢 也是從古典的建築裡頭 把那個要素搓離起來 簡化了又把它實施的 那麼這個屬於歐陸戰爭的 二次大戰 一次大戰的時候呢 就人口有很多遷徙 人才的精英 也因為逃難 那麼也有一種是這個 開發的精神 這個開發殖民地的精神 就會從歐洲搬到美洲去 但是事實上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美洲這邊 特別是美國 北美美尼間合眾國 The United States The USA of America 就吸收了很多人才到這個地方來 現在呢 這個是Charles Moore Charles Moore是在哈佛大學任教的 他們這次公共建築用了這個 看到這個回廊啊 看到這個arch啊 看樹頭啊 那麼樹頭呢 那個時候是用石頭做的 現在是用金屬做的啊 這個Charles Moore 然後到第十二階段來是 把所有東西都積極在一起 好東西都用在一起 水平啊 垂直啊 這個樓層的變化了 不層樓層之間的 還有建築物量級的之間的 penestration的穿透性 然後再加上混凝土的 鑽石的厚重性 同時呈現啊 沉重結構的這種特質 同時又表現了 表現了這個現在材料的應用 啊 這個代表人物是 Paul Rudolph Paul Rudolph 這個地方是耶魯大學建築系 這個所有的 所有東西都很成熟了 他們每次對學生來講 啊 這個所有東西都變成教條 就沒有辦法 沒有什麼好花費的 他們學生呢 在裡頭 學習的時候呢 就不齊而然的 就產生各種 老師之間的confliction 那 就protest 抗爭呢 最後呢 把這個房子燒了 燒了又 哎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故事啊 在建築上 是一種反抗的運動 那麼這是日本 日本就是單下建山所做的 同樣的 在美國 啊 有這樣的一種表現的 在日本呢 他們在啊 叫做明治維新的時候 有一批精英去學 那麼後來呢 一直在學 就到他們的這個 變成侵略者 變成殖民地的帝國的時候 那麼一樣的 從歐洲學了很多東西 他們在日本呢 也發揮得淋漓透彻 那麼這個呢 這些啊 日本傑出的建築師啊 他們對台灣很熟啊 那個安藤忠雄啊 就是很典型的人物 在這個 嗯 啊 霧峰的亞洲大學裡頭 有一個三角形的美術館 那 就跟這個的精神是非常類似的 嗯 是說清水混凝土 然後用簡單的結合圖形 就把它做起來 抱歉這裡沒有我們那張圖 好 那好 這樣啊 介紹了在 啊 歐陸那邊 同時也介紹到美國那邊 啊 移到美國那邊 有十二種 這個 啊 了解的方式 那麼 好了 到了美國這裡呢 美國是一個民族大龍爐啊 那麼 吸收了科學家 藝術家 建築家的 這些精英呢 到這裡以後呢 就發展了 啊 美國特色的啊 近代建築 美國特色的近代建築 有現代 後現代 灰 灰派虚無 學理 白派 學院 皮像 分離 跨靈裔 數位 虛擬 還有填充內涵 那麼 這個呢 啊 一樣一樣 我們直接跑到下面來 那麼這個呢 啊 這裡還有一個簡單的解釋啊 就是說這個業界兼協界的人 領導 就是現代主義 那麼業界協制 就發分界限了 這 後現代主義 那麼 業界啊 跟協界是一種 一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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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這個關係啊 又 又 又相 又相 競爭又相輔助喔 那麼好 那麼有一種呢 這個這個 這個現實的社會跟經濟解放出來的這個灰灰派主義 還西武主義 這幾面啊 我想 我想 把它解釋完畢 我們直接到作品裡面來 喔 這個代表人物是Philip Johnson Philip Johnson呢 是 後稱是美國的建築長春樹 長春樹就是 不會老掉 不會卸掉 不會凋零 喔 那麼早期的時候呢 他用了這個 巴洛克時期 我們 跟各位介紹那個 那個未完成的 Bloon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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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為屋頂 能夠沿用三段式 這個是Column 這個 不過這個是Base 中間是Column 啊 啊 找上面就是Loof三段式的方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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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美國啊 啊 啊 芝加哥學派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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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芝加哥學派是比較臣服老舊的啊 啊 那麼這個呢 就由創新 就變成現代主義 這個是Philip Johnson Philip Johnson呢 啊 也 跟那個 Miss Van der Rohe這邊啊 也 沾到了這個 玻璃鋼鐵帷幕的 啊 這個現代的建築科技潮流 也是在設計教堂的時候 很不一樣的 那個整片通通都是 玻璃 那麼也可以 前面打開的玻璃 那麼這個是有名的 有名的水晶玻璃 那麼第二種呢 第二種是一種 基本上啊 有一點唱反調了 有一點呢 有一點 很文創 就是把一些東西啊 湊製了以後的 的這種 啊 這個帳篷 那麼這是金字塔 那就是文藝復興的正方形 那這個是那個巴塞隆啊 的那個地方 義大利的庭院裡頭的發盆 然後就給它措置啊 擺起來這樣 那麼顯現出一種 哎呀 這後現代 後現代在這個地方出現 好 那灰派呢 是也不激進的 也不後退 有一點反骨呢 有一點心 那 這個是 蒙斯爾的 的老武裝 那這個地方把它簡化了 好 那第四種還是 注重思考的 注重思考呢 思考就會牽涉到幾何圖形 幾何形式 於是呢 在這個外牆上 它是一個幾何的 幾何的組合 牆面呢 該開口就開口 該框架是框架 該那個挖洞就挖洞 然後這個 梁柱都很清楚的 陳列出來 這 沒有主張什麼 它是主張那種抽象的極格 這是西武主義啊 西武主義 那第五個呢 是講究邪履的 講究傳承傳統的 那 還是剛剛 還沒有講到它 是路易斯康 路易斯康呢 猶太人 路易斯康呢 他媽媽是有名的企業家 但他的作品風格 在當時也不見得人家願意接受 於是呢 他媽媽就讓他設計一棟私宅 私人的住宅 從此以後呢 就表現了機會 這是一個 他的公共建築裡頭的表現 這是老人安養中心 這裡面呢 強調一個老人安養中心 就是什麼 大家住在一起 那麼在這種媒體的時代裡頭 大家就守了一根電視天線 看著電視過日子就 就好了 好 那說是這麼說 後來不能成立 不是這樣子 這樣子老人 不願意在裡面住 回來 那一根天線就拿掉了 那麼這裡面呢 顯出來一種 一種皮像 完整沒有用完的扮演 還有在牆壁上挖洞啊 在空的牆上面挖洞啊 使建築物輕巧起來 那麼建築物呢 很巧妙的這個要進來的地方 進口 進口的中間是手不通的 是一根大柱子 這是歌德建築的特色 要進去的時候 從右邊進 從左邊出 來跟古典 他因為研究學理嘛 所以就在這個地方就運用起來了 好 那麼第六個是講究方法的 我們在巴洛克建築物的後期 就看到建築物的表面呢 都開始用白色做一個統合 於是就大家發現 那麼在古 不現在也是 希臘地方啊 因為氣候的關係 在建築物外面 要漆上一種隔熱的材料 那個白色的 那麼於是大家視覺 還有希臘建築裡頭的大理石 也都是純白 那麼於是呢 純白的見賞 變成建築物的美學的一部分 那麼於是在英國這邊呢 就 形成了一個白派的建築 白派的建築 後來也是一樣 移到美國去 在這個地方發揚廣大 那麼有人專門做設計 都是做白色的 啊 設計 不管怎麼樣 好不好 那麼 全部都白了 它就有統一的格調 不過呢 這裡面還有很多花橋 沒有介紹出來呢 像這個呢 要進去的地方啊 從一個退凹的洞裡頭 去有一個橋 Bridge 這個歌德建築的城堡 然後旁邊呢 有一個大的量體 這個不細細解釋 總而言之呢 它呢 全部是以白的 在英國 在美國 非常的流行 那麼 這個第八呢 是建築講究表面的 表面的這一層 表面的這一層設計 變得非常的重要 這裡其實承襲的文藝復興裡頭 開窗啊 全部都是正方形的 的這種皮 然後呢 利用這個 利用這個 板啊 利用板去支撐上面的這個結構 那麼另外用銅子 銅啊 也是一個很好的 這個大的柱子 它不就是柱子 它是管道間 把所有的裡面 從上面要下來的管道 不用穿過牆 也不用埋在什麼地方 那麼就從管道間下來 要維修了 就變得比較的方便 好 那麼這個 剛剛是87沒有介紹 就跑到再來 這裡的 PowerPoint 有一點 有一點 方向錯誤 好 學院 學院 其實剛剛介紹過 可是它是一種創意 它雖然 突然是研究古時候的建築 可是它 把那個 廢伏壁 把那個伏壁 變成 變成 薄片 沉重牆 然後水平的 水平的連結 上面啊 才跟 人類最早的那個 木構造裡頭的木頭 加在一起 那麼混凝土呢 用清水混凝 表現兩個 Row Materia 的那個 本來的 材質的特色 不做 不做別的修飾 皮箱建築書 出完了 運轉啊 這個是蓋茲的博物館 美術館 哇 場意非常的大 一樣 筆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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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羅浮宮 就是要到這裡來參觀 也就是說 要不是三天了 大概也參觀不晚 我們就到這個地方來 把古時候的建築物 裝到裡面來 把這個ramp 把這個古代的 這種行走的方式 順利的奔走方式 進入城牆的 的方 堡壘方式 再把它組合起來 好 他們連結了這個時候 開始啊 注重 注重 文藝復興的時候 把那個建築的景觀 放到 放到 把外面的景觀 放到畫裡頭來 現在呢 就是把 原藝啊 原藝這個 landscape 放到建築物裡面來 對不起 這個地方沒有放出那個 建築物裡頭的空間的吹把 幾層樓高 然後 裡面呢 就是植物園 那麼這種呢 在馬德里 這一下子 是 西班牙的馬德里的火車站 那火車站裡面呢 就是 整個就是熱帶的植物園 熱帶的植物園 那麼這個呢 在美國這邊呢 就在建築物裡面 這個是 Ford Foundation 這是 福特汽車基金會的總部 在裡面呢 就 做出一個 好大的室內空間 裡面呢 就是一個景觀 景觀喔 景觀跟建築融合在一起 然後我們第十一 這個地方是 講究 交流 交流這裡要凸顯的 就是一種 叫做流動的線條 跟那個 虛擬的 虛擬的建築物啊 這個 這虛擬的建築物 我們這個地方說好了 要是這個建築物要蓋起來 要畫頭 如果不是經過電腦繪製 不過 電腦的這個電算基礎 的技巧 沒有辦法再做成這種 弧線的建築 好 那這個也是 也是Goggenheim Museum 他在 畢爾包 畢爾包在 在 西班牙 好 應該是 西班牙 哦 西班牙呢 畢爾包是一個工業城市 一個沒落的 做造生產皮 跟皮革的 這個 因為 因為生產值有限 他們疑似就凋零了 怎麼疑似呢 他們的 政府機關的領導人 有創意 有創意 就是 有一個潮流 就是說 一個城市如果要變成觀光 吸引很多人來投資來玩呢 就是要在城市裡頭 建築一個 非常醒目的建築物 西克利斯說 像我們 台灣 台北的101大樓 就是這樣的構想之下 產生的 那 果不其然讓台北成為 世界文明的城市 不過呢 這個高度馬上就被人家蓋過去 現在啊 當然 它的風騷時期已過 它已經達到 十代的功能 這個畢爾包呢 畢爾包剛剛介紹 它財富呢 是因為 祂是祖先有眼光 收集了很多 啊 當初沒落的 不出名的 這個藝術家的作品 結果呢 後來水上船高 整個家族也變得非常的富有 哇 哇 還是把它傳起來 好了 這其實呢 其實 下午 我已經 已經修理過一次了 好 那麼 最後這個呢 也很有 很有做法 不過 這個不會像羅夫宮這樣 在平平的地方 蓋出一個金字塔 這是在古老的 比如說像類似這樣 文藝復興為主體的美術館 比如像台北的歷史博物館 也是這樣的東西 那麼如果在中央的空間 把它連起來 它也可以做這一件事 只是 只是我們沒有這樣做 羅夫宮做了 然後這裡也做了 那麼這是一種 把舊有的東西再拿出來 再把它填滿 跳開來看 要看什麼呢 跳開來看呢 就是說 在這個 早期的 早期的這個 Movement裡頭 在歐洲的Movement裡頭 在美國的這個Full Movement裡頭 那 他們所顯現的東西 絕對不是單一事件 他們呢 他們呢 這是他們的原則了 那我們談到的代表 它其實呢 跟古代都有串聯 以下呢 我就針對這十二個現象 一一的跟各位 啊 再 錯在一起 解釋一下 這古典殘留是 Arche Nouveau 剛剛呢 這是新藝術運動 Arche 這次呢 Nouv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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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eautiful 新美學運術運動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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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u漂亮 Nouveau Nouveau 是新 這是藝術 啊 我這樣一來會不會把它刪掉呢 不會啊 好 嗯 啊 就是說 這裡面呢 都含有那個 古代的這個殘留的東西 在裡面 這些 啊 曾經跟各位分享過的那種 啊 石頭 怪石頭的這個建築物啊 也都是沒有完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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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這個 都 啊 一是他們做起來的時候 都留有一些古代的 古代的這個痕跡在裡頭 像這個 像這個只是 有機 有機的組合 也基本上 它還是 古老建築嘛 你看它 看起來還是古老的 那 如果我不說 它是 Fall of Function 它的這個 啊 啊 啊 在外表上看起來 你還覺得啊 它只是 巴洛克 啊 時期的 甚至更早的 文藝復興裡頭的建築物而已 那但是他們有一些關聯 那麼像這個高塔呢 高塔就是 啊 在 在哥德建築裡頭也有吧 不是嗎 哦 這一天到晚建高塔 那好 那麼這種啊 跟表面的現象啊 產生一種衝突的 一種啊 啊 跟它不融合在一起的 在廢話裡頭有 有這個啊 這叫做超現實主義啊 啊 他們想到時間 時間呢 是很難理解的 而且時間呢 不是頻頻的在那裡 時間是 啊 不只是流動而已 時間是同時存在的 啊 這個 把那樣的思想啊 啊 啊 劃到 就是跟古典的想法 大大的不同 那麼在第二階段裡頭的 那個 啊 分離派啊 也是跟 跟那個 非常的不一樣 那麼這個地方 對應到第二期 啊 各位如果你還 啊 知道這裡面有那個 一個猶太人 有 有那個 叫做 伊斯蘭人 就是不願意跟蘇敏 有同樣的 有同樣 就在它 依附在它下面 於是 他們走出來了 那麼走出來的精神呢 就造就了那個 Sensation的 這樣的 啊 的想法 跟做法 第三個 是有點 神秘色彩的 那麼這個 啊 神秘色彩 神秘色彩 以反骨的話 來跟各位說明 各位看到現在 它是 他眼睛看到的 他的 他的心眼看 所看到的 所看到的 都是 撲動的靈 那麼這個靈 你說了 說了 別人不相信 那 這是神秘啊 這是神秘的 東西 是他個人的一種 密切經驗 帶有 神秘的色彩 神秘色彩通常 會被 被說成是瘋子 所以 Van Gogh是被人家說 有一度是變成 說是瘋子的 藝術家 對不對 那麼 在這種 神秘氣氛的表達裡頭 在 埃及的時候 有很清楚的一些 大量提器 和圖形 還有裡面的繪畫 還有 跟他崇拜的 這些 真情奇獸 蛇 老鷹 這個都表現出 非常的特別 具有這個 神秘的氣氛 好 神秘的氣氛 我們 所起的例子 是在現代 是 Antonio Gaudi Antonio Gaudi 有人唸 Antonio Gaudi 美國人唸 高地 Antonio也不講 我們一般都稱為高地 高地 好 這個建築物 就附有一些神秘的色彩 第四個 在古希臘的時候 是 那些神廟 那些神廟都有規則的 都是長方形 組合起來的 建築物的 proportion 這個高階 細筆 想法 都是非常冷靜 思考之下的 展物 還有宗教 還有哲學 那個就是 出離的結果 就變成 只有幾何圖形 就是 當要表現一件事情的時候 要不是正方形 就是長方形 連言行都沒有 對不對 那這個呢 在建築物上是這樣子 那麼在後來的 後來的 早期近代建築 我們所提出來的 Bowhouse Bowhouse Layout 就是建築的配置 那麼有的是教室 有的是 有的是教職員中心 有的是行政中心 按照它的機能不同 把它擺在一起 然後有水平的人員的調動 跟外面的接觸 可是呢 它的平面 從天空看 它都是從方形 長方形 組合起來的 這是古典 跟現在的 一種連貫 那 第五個是 那個 將人本位 將人本位 我們提出來的是這個 這個是訓練 訓練 把那個 石頭將人 木頭的 鋼鐵的 混凝土的 將人 繼續在一起 把他們的經驗傳傳過來 那麼在 這個古建築裡頭 有很多 精妙的 精巧的做法 現在呢 就是有這種 像 像這個是高跟 高跟這樣子的 就探寻它 它最 最延始的那些技能是什麼 重視原本的技能把它傳承下來 按照 按照 按照原理 按照原理 為什麼還是高跟的圖呢 高跟的圖 用在兩個地方 這個機率 有點問題 不過 也可以這麼說 那麼就是 按照一定的原則 剛剛是那個 用在教育方面 現在是用在施工 施工上面 他們於是 把一些觀念 都抽離開來 就是建築物啊 這麼複雜 它在力學上很簡單 然後它在造型上 也很簡單 沒有那麼複雜 就是 平的 直的 去把它組起來 樓板 地板 牆 柱子 內牆 外牆 間隔屋牆 做起來就是建築物 第七 我們是 講到什麼 講到 Frank Royal Wright 那麼Frank Royal Wright 突顯了 早期基督教的 那種 自由發揮的精神 那麼在 繪畫上面呢 是那個 早期印象派的這種 啊 憑著印象 不是的 是看了那個印象 用 腦海中組合 然後再把它 重新出現 自由發揮 不受那個外面的世界 不過外面的現象所影響的 他們 有他自己的教堂 好 那個 Frank Royal Wright 這個 就 做出這樣的 有 原創性的建築物的造型 那麼 第八呢 是 講 講究各個面的組合 那麼 這個 兩個畫家 這個 這個叫做 皮卡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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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比較熟 皮卡索 好像是叫做 唯一 在還沒有日 四世之前 就已經享受 榮華物貴的 那一個畫家 那 我們的 誰啊 等一下 我們那個 Le Corbusier 也是同樣的 同樣的 是這樣的一個人 好 那麼 就是 重視建築物的表面 表象 再來呢 是要衝到最高的 衝到最高 靠什麼 衝到 理念要衝到最高 這個是米羅 米羅的話呢 號稱 跟中國很有密切的關係 裡面有很多 書法的要素 其實常常 打出一個米 經過後來無聊的藝術家 藝術 柏西斯說 米是什麼 米就是 女性的生殖器官 這是有時候啊 我們啊 聽聽那些 那些哲學家說的話 藝術評論家 名嘴說的話 有時候也就 聽聽就好了 好 那麼 這個創到最高點 最高點就是 我們現在 一直很流行的 這種高聳式的建築 那麼 土地的利用啊 就是要 做到最大的容積 然後 注重人情的交流 那麼第四呢 又回到 人本啊 人本啊 就是文藝復興很重要的 那麼在建築上 我們就是要看到 這種呆板的 說他呆板不好意思 他行著幾何的規矩 一直在往前走 他們就是一種 人跟人之間的各種結合在一起 清清楚楚 這是馬提斯瓦的一個舞者的畫像 他把那個舞者拿掉的時候 人們就看到 代表性的建築物 這個 他是 他是 Palladio設計的教堂 這個呢 是 Aberti設計的 Aberti設計的 文藝復興典型的教堂 用幾何的應用 其實交錯的 進到一種 世代裡頭 我們在巴洛克時代裡頭 就看到這種 建築物呢 成為 成為這個叫做 景觀的背景 變成 城市的背景 它不是一個主體 把建築物退基為 退基為這種 襯托別人的角色 在建築物上 跟上次分析過的 就是 它是用朵延形 然後它呢 它 變成街角的裝飾物 那麼它 上面的線 都是曲線 大家稍微 也清楚 這個呢 把它代表做 拿它來做說明的是 Kandi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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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Bowhouse裡頭的 一個 俄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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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畫家 俄國的畫家呢 這個 所謂畫的組成 就是要 通信息 這裡面有 好多信息 線條 點線 面底 弧形 這個 轉動的形狀 所組成 這樣子呢 在建築上 到現在 就變成這種 到處 串流的 這個 一個 movement 最後呢 是我們 這個 Chagall 就是愛國的 流亡的藝術家 那麼 在 在他鄉的時候 畫的一些都是在本土裡面的 風土 人情 生日 結婚 葬禮 喜倩 音樂會 的 這種 場景 然後來帶 很多東西的這個組合 在一個畫裡頭有各樣的主題的組合 再也不是單一的畫 哦 它不是單一的組合 它不是單一的組合 各種主題的組合把它 湊融在一起 正是這個 後 現代建築 還有這個 早期 近代建築的 這種 所有的東西都 湊在一起的 這樣的一個表達方式 那麼在早期 近代建築 就是剛剛介紹的 Paul Rudolph Paul Rudolph 所做的 這些建築物 是嗎 那麼這些建築物 就 什麼都 前面所發現的那些東西 它統統把它用來 他們日本的單下建山 也是這樣子在做 好 他們這個 我們呢 就跟各位同學在補上 因為下午 我沒有 忘了按錄影 晚上我再把它補上來 補上來 讓各位了解 從一開始的時候 是 一切有規則 按照規則在進行 到了早期 近代建築的時候 它也按照一定的規則 然後有12種特別的潮流 我們把它 去跟各位解釋一下 他們這個潮流呢 因為歐陸戰爭的關係 人才跑到美國去 那麼 於是在美國呢 又開了一朵發 那麼現在美國是世界文明的中心 不過這次 這是 烏克蘭跟俄羅斯的戰爭呢 搞得他們 回頭土臉了 不過現在 在集市這邊呢 我這句話可能要修改 那無論如何 在我準備資料的當時呢 在他們的國家裡頭啊 對於早期近代的建築 也有很精彩的表演 不要再想了 也有很精彩的表演 表演到最後 我們就是要在這地方提醒 就是說 我們看事情 不能只看一個面 那麼在歷史上呢 不能只看單一個點 那麼所以呢 各樣之間都有一種密切的結合 這種在古典的東西 在今日來以後 變成未來發展的 其實是我們很 在知識的建構跟創作的過程裡頭 很重要的一個認知 跟很好的準備 所以呢 所以呢 在這個各個畫 早期近代呢 跟繪畫之間呢 它都有關聯 這個跨領域有關聯 跨年代有關聯 那麼跟各位介紹了 這個 他們之間的關聯性 那麼 到這個地方 補充為止 那麼 希望各位可以了解 這一列的更改 那我們在這個地方 跟各位 say goodbye 那接下來 是下午上課 真正有錄到音的 的這一段 謝謝 那這些啊 都會會後呢 上課之後呢 都會傳到 YouTube Uno YouTube 各位呢 有興趣 沒有聽清楚的 可以再 再看一遍 那我很快的把這個說過去呢 就是說 我們剛剛介紹的那十二種潮流啊 它跟古典有關係 什麼事情 我們講文創 就是說它跟古典有關係 那我們為什麼要去念古代的東西呢 因為古典跟我們有關係 我們從古典裡頭會創出新的東西來 這個古典的殘留 我們談到那個叫做古典的這個 就十七時代的這個呢 那你看喔 你看喔 它是 Art Nouveau 這個新藝術主義啊 就從這個地方得到一點靈感 那 巴黎的鐵塔啦 跟剛剛介紹的 都是跟古典有關聯 然後這個呢 叫做 嗯 比如說我們一格的呢 比如說一個跟這個繪畫的關係 跟那個古代的那個 蘇美民族的這些雄壯的建築物 跟猶太民族的到處亂跑 到處流離失所的 這個也是別墅一格啊 然後那個表現怪異呢 跟埃及的這個神秘主義啊 跟埃及的神秘主義啊 跟他的信仰 跟反共所畫的那些遊靈啊 也有關係 它跟繪畫有關係 跟建築有關係 那麼這個 第四個時期呢 跟那個Mondrian的這個畫紙畫線 跟線條這也而算畫嘛 當然算畫 這裡面就在講Proportion 好 那麼這個人本的 那麼後來就變成 變成了這種啊 講究思想的 那麼到了這個工匠呢 就是 這個是 是 土著的 就是 這些 匠人所傳說的東西 有密切的關係 那麼那些磚頭怎麼用啊 混凝土怎麼用 那麼 一直到玻璃啊 怎麼用啊 都有關係 那麼按照一鏡的道理去把它做出來 這個在 古有前例啊 就是 我們說的那個 拜占庭裡面的那些 那些 過創方式 按照一鏡的步驟 做起來的 那個非常 建築物就是這樣子在做的 那麼 自由發揮的 像這個 新印象主義啊 就從 從 以前的人的 蜂蜜的狀態裡頭 去找出新的東西來 像 可布 和 就是這樣子 那麼 講究體面的 立體派 那時候是很流行 布羅克 還有這個 皮卡索 大家就很熟悉了 就 就用這個建築物 要講究 四個面 到處都要看得很清楚 那麼 這是 可布 那可布呢 後來發揮到高潮 這個 歌德 到我們這個地方來 就變成未來主義 以人本為主的呢 就變成這個 路易斯康 這個學院派 那 吸食交流的 這個 梵蒂岡 巴洛克 洛克 這個呢 就變成 受康丁斯基的影響啊 就是 傳遞信息 吸食交錯 各位 你有看過那個梵蒂岡啊 然後吸食交錯 被後來應用到美國 就這個地方 平平臭臭 這個 這個 啊 什麼秀啊 糟糕 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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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專門畫 那個婚姻啊 埋葬啊 啊 啊 這 思念故鄉啊 把一些 人的感情都用上來的 這種 啊 混搭的形式 好 混搭的形式 這段 解釋完畢喔 那麼就剛剛呢 啊 說到了 說到了這個 正點的 這個 在歐洲流行的 然後再後來 啊 再談到一個美國的 那麼 再過來 就談到 啊 讓各位 反思一下 整理一下 他們有彼此之間的關聯 接下來 我們有一段 時間 來 啊 讓一年起的 你進入校園 四年起你要離開 你要離開 你要離開校園 我們來回顧一下 來了解一下 我們福大的 福大呢 有這麼多 啊 說著說著有十二個 十二個 第十二個是什麼 第十二個還沒有出來嗎 第十二個是國際協任 是體育協任 啊 我們學校有 可是 啊 我可能脫協了 總而言之 至少有十一個學院 啊 啊 那麼十二個學院 我們現在不去逗了啊 像這個 啊 對不起 真的有十二 因為這裡啊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這裡重複了一個 啊 不修改 好 那麼我們學校呢 啊 基本上呢 有三個啊 修會所組成一個中國聖子 一個是聖言會 一個是耶穌會 中國聖子呢 都是紅磚啊 蓋起來的 聖言會呢 是用那個白色的歐洲的系統啊 然後用那個拼湊的石頭做起來的 耶穌會呢 威穌會比較屬於藍色的調調 好 那麼這個藍色的調調 那麼組成啊 那麼說 我們的啊 啊 說起來我們的建築特色就會分成這三大類 是不是 啊 很多人想中心都是分三類 分三類 是不是 好 那我們現在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說 啊 說建築型態 府仁大學啊 啊 這個西方傳教士 帶進來的 啊 帶給台灣的一種新的建築型態啊 有 十二種建築型態 這是真是包羅萬象 這是整個國家 整個城市 整個社區發展所必須要有的建築型態 除了我們啊 成為一個社區大學 成為一個中度大學 成為一個叫做中和大學 有醫學院的這種大學啊 啊 是各樣的建築物 通通都有啊 好 那麼它是什麼 我們現在以它的分類 來跟各位走一遍 機關建築 Administration 機關呢 商業區 都市計畫裡頭有這個機關用地 我們的行政大樓 我們的行政大樓 就是機關 我們的機關 這個 它叫什麼 野生樓 它裡面 有一個叫什麼廳 桌造冠 很多管 那麼 那麼 那另外呢 旁邊有一個現在很熱鬧 其實沒有好好用 如果他跟捷運共過 那他更不得了了 只是他保持了我們學校的獨立性 所以不跟人家共過 這下來是古蹟 幾乎每一棟都是古蹟 可是特別的更新樓、聖元樓 還有那個中和教室語言 有兩個大教堂、兩個小教堂的外語學院的 那個幾位場所 都是古色古香的 很有古典建築味道的一種古蹟 好 那我們說起來以實情而論 統統都是古蹟 不過它有特色 它是有特色的古蹟 等一下我把這邊再縮小一點 縮小一點 讓這個可以看多一點 好 什麼荷花齒啊 灌五樓 灌五樓 為什麼叫灌五樓 因為我們宜兵 那時候 府仁大學 出來的學生 不是五周之灌啊 是五周培養出來的學生 所以它是灌五 不是它是灌五 我們學生是灌的 那麼再來 在宗教學校裡頭 不滑這個宗教建築 所以呢 金星堂是教堂 那麼這拆掉了 拆掉了現在做什麼呢 現在做了 蓋高樓 那個叫做儀聖大樓 是女生宿舍 是修女會放在最上面 然後還有一個叫做聖母洞 那聖母洞 聖母洞是這個聖母瑪利亞 我們顯靈的時候 讓一次大戰 二次大戰 變恢復和平 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個事件 在我們學校裡頭也有 那是在法地嘛 我們在學校建了一個 他們學校 學校當然叫學校建築 是不是 這有一點 老師不好意思 變成說廢話 哇 它就是一個教育機構 教育機構 你大概從來沒有走到後面去看一看 就是你們的Fly Putries 我們就想Fly Putries 不得了 這些皮像建築 水瓶的白 還有 剛剛 忘記介紹一個 忘記介紹一個 那個很重要 那個就是說 我們 我們這棟樓裡面 是按照文藝復興的 proportion 要不是正方形 就是正方形 切了二分之一去做的 回到這裡來 看到我們學校 唸古典建築的人 看到近代建築 我就覺得很興奮 那集合住宅 那個宿舍都是集合住宅 然後還有仁愛和平 藍神宿舍 還有我們的旅館 都是集合住宅 高層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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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不得了 我們醫生大樓 這是高層建築 我們的醫學院 還有我們的 一直沒有介紹醫院 我們醫院 為學校 整合了所有的科系 是一個偉大的創集 我們感謝董事會 還有江安生院長 江安生校長 為你們所做的這一切的 貢獻跟犧牲 現在還有一億分子 在攻擊他 真是好可惜 沒有關係 我們為這些事情祈禱 能力要出來很好玩 我們學校有很多 自由冒出來的 沒有人管的 在什麼地方 就做的 做的非常有味道 你要走到那個地方去 你才曉得 那好啦 說一點光明的 就是我們的那個水塔呢 很有特色 攻擊我們的 整個學校區的水的壓力 那高科技啦 高科技 醫學院是高科技 對不對 手術啊 什麼 X光啊 還有核磁共振啊 哇 這是潘基建築師設計的 跟我們的中美堂聯合在一起 那我們民生需要有很多吃的地方啊 就有 說到吃的又有口水 就不好意思 然後市區這個還開發啊 我們學校有那個超高級的那個表演廳啊 超高級的表演 叫百年廳這裡面的設計啊 可以做平劇表演 可以做樂劇表演 可以做現代舞表演 更不用說我們的中美堂啊 還可以去運動 還可以展覽 還可以大助集會 哇 真的是 感謝我們學校 感謝我們的西洋傳教士 把這些在西洋剛剛發芽的東西 就全部以食技術轉移到我們的 到我們的 府仁大學校園來 那麼 哎 同學您有話要說嗎 那麼 那麼 有話要 哎 哎 對 計時樓 計時樓 那裡面都是教室 然後最上面是圖書館 那麼圖書館這個是傳播知識 所以它是交通事業 那麼我們還有那個很古典的 那麼這裡面有國際會議廳 各位一定沒有錯過 那有很多有意義的這個similar Panel Discussion Symposium 哎呀 在這樣的學校裡頭 知識的獲得真是是誰所可得啊 哎呀 可行你就要畢業了 然後呢 你剛剛進來你要好好的使用 這 很多休閒的 我們可以有游泳池 可以有健身房 哎呀 真是 好 介紹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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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的學校真是這麼的有意思喔 還沒有完畢啦 哪有新的新的外形 哇 現在 讀修女 找了一位 很有 啊 盧麥瑞修女啊 是八九十歲的一個人 還持續在去奉獻啊 找了一位圖建築師 圖建築師 圖建築師是一個 不是修女的修女啊 他就是 都為天主教做事 然後 他只插到 沒有戴 沒有戴 穿戴 不是這樣而已 他是整個 心神奉獻 那為我們學校的 這個 叫做 啊 叫做 海綿城市的概念 還有各處的 你看到那些多彩多姿的室內設計啊 幾乎都是這個人引進來的 德方外宣 這都還是 我因為參與了他們的平圖 所以 現在拿到的這些圖 都不是目前的 都是 都是那個 他們在 筆圖的時候 我把它拿過來的 還有那個 福大 是不是一樣 我也是在福大裡面啊 受了福大的栽培 用了 雖然是在教書啊 在這裡面得了多少的 多少的方便 你知道嗎 我所用的軟體都不要錢的 都是學校供應的 唉 光是這個 我們就大大的感謝這個學校 你大概不知道 學校有很多免費的軟體 共享軟體 共享軟體 都在用 我們這些建築物啊 我們有這樣的建築物 所以我們在台灣的影響非常的大 那 就是教出來的學生有這樣的概念 您在這裡面生活 你就或多或少的受到 受到他的熏陶 那 只是說 這個 天主教 比較保守啦 他不會是那麼 aggressive的 要告訴你這個 告訴你那個 一定要你怎麼樣 但是他都為你預備 好 這一部分 說到這個地方 剩下只有三十分鐘 要來介紹 好長好長一部的 美術上面的東西 它就是這個 The Garden of Earthly Delight 是Henonymous the Burge 所做的這幅畫 要來跟各位分享它裡頭的內容 那我們 它的背景是這樣 它是這個 大教堂裡頭 神物在講話的時候 那麼大的空間 那麼高的空間 然後它又有一個瓶靠 後面會畫出一種 三幅畫 中間的比較大一點 旁邊的小一點 然後不用的時候把它折起來 就看到表面 看到表面這個樣子 然後要用的時候就打開 打開就是這個樣子 那麼這個 這個畫呢 很多 那麼以前像那個 John Van 楊帆艾克 很像台灣那個 它是分開的 Van John Van Eck 楊帆艾克 楊帆艾克 他也畫這個 主要的題材 都是聖經的故事 也不是聖母瑪利亞 他跟聖子耶穌的合體照 那麼有這個人來朝聖 那麼有當他這個懷孕的時候呢 跟他的 跟他的 表姐 的一個 這個叫做 分享的這個 畫面 好 那麼那個時候呢 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畫家 您應該朗朗上口 叫什麼 達文西米開蘭基羅 叫做 說朗朗上口 一下子是不 叫那個 法拉伊 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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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伊 法 法拉伊 唉 反而 記不起來他的名字 不過像這樣有名的 聽說有七八十位 這個我們讀讀教科書所得到的 那個實在是有限 不過有限 那個也無妨啊 像我就把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很重要的那個人 一下子就說不出來 那麼可是現在要特別提到 這三位 還有一個 杜勒 杜勒 除了米開蘭基羅之外 你要知道有一個叫做 杜勒 然後有剛剛那個 楊斑 艾克 那還有一個 今天我們跟各位分享的 這個 Hinalimus 的 Busch 這些他們都畫了很重要的畫 那麼 Hinalimus 這個 Busch 除了畫了剛剛那一幅重要的畫之外 他還畫了另外一種畫 叫做 甘草堆 這個甘草堆 他的畫風大概都會分 因為他三片嘛 所以會說到過去現在跟未來 那麼又在垂直上面 他會分三段 三段就是天堂人間的跟那個不堪人家去問的 那個稱為地獄 其實 他的畫 地獄還是人間 那麼天堂還是人間 所以呢 所以叫做那個 Earthly Delight 那麼 所有的事情都在人間 那麼就好像我們早上念的那個 信心一樣 職意奉行在人間 如同在天上 誒 這是 天主心看 那 好啦 那麼 所以 畫 這個畫家的畫風啊 會改變 可是他有一個大字的畫風 他裡面呢 這裡面充滿了一個 在文藝復興出現的時候 他充滿了一個畫這個畫的時候 充滿了一個嘲諷的 諷刺的 Ionic的這種氣氛在裡面 他在說要信 但是呢 在批評信的一些怪現象 好 這很重要的一件事 這個人呢 就是要反思 要反省 今天中午啊 丁神父分享的這個 聖神的恩寵啊 今天呢 我就講到 講到人要反省 要認錯悔改 可是 同學 一年級的同學 我看到那個單子裡面沒有 請問有聽的人 各位都準備要來上我的課 所以很緊張 好好地休息 準備精神才能夠來聽 那文藝復興的話呢 講究了消典 能夠透視的消典 另外呢 在基督宗教裡頭 因為是單神的信仰 所以畫也很重要 要有一個單的消典 但在那個 Earthly Delight的這個畫裡頭呢 也有一個消典 它的消典在人間 現今的人間的中央的地方 有一個蛋 有一個蛋 現在被我弄壞了 這個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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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蛋呢 叭叭叭叭 可以放大 放大就模糊了 可是它是一個蛋 好 像素太低 會怎麼樣 會啊 叫做破壞大家的美感 可是我這裡要放到常用啊 才不會一大堆 攪亂大家的 攪亂大家的這個 其實這個也可以消失到 現在 我不去做這件事 好 那麼就是說 有單一個消典 單一個消典 那麼另外呢 三段寺 三段寺 是我們在哥德建築的地方 曾經高升疾呼 欣賞西方的建築 要用這三段寺來分 早期的羅馬建築 也有三段寺 Base column roof 這建築物往不外如此 其實也是普通常識 那麼於是呢 在水平的 它也要三段寺 在垂直呢 它也要分三段 那麼三段 跟它的主題融合起來 還是過去現在未來 那是天堂人間跟地獄 那過去是怎麼回事呢 過去是怎麼樣呢 過去我們可以放大嗎 過去是一個場景 我有準備嗎 沒 那就是這樣 那也不能放太大 放太大是模糊 非常的抱歉 等一下會有 這是描述 過去呢 天堂長這樣 人間長這樣 人間的地獄長這樣 人間呢 是 人間呢 是 這種樣子 有點抽象 有點具象 有點抽象 說也說不盡 那要表達呢 用什麼表達 用環境來表達 用自然來表達 然後呢 用人造的一些幾何圖形來表達 就用最古老的辦法 是用人來表達 人呢 人呢 有過去的人 有現在的人 不過他有現在的特色 這個是 當初上帝在創造夏娃跟亞當的時候的那個場景 那個場景呢 充滿了這個純潔跟純白 可是呢 在他的話裡頭 也已經預告了 有一種叫做 哲學家講的 那個 最高的抽象 還有那個最低的 Material Matter Material 就是那個材質 材質是很沉重的 材質呢 如果我們把它分成 輕跟重 是跟非啊 隱含的有一種啊 光明跟黑暗 所以黑暗是存在的 好 趕快 不然又說不完 那麼天堂呢 是什麼 現在 現在天堂 很難是好多快樂的氣氛 好多人在裡頭 那麼人間更是熱鬧非凡啊 就好像那個 烏克蘭 烏克蘭 在還沒有戰爭之前 整個城市啊 多好玩啊 唱歌啊 跳舞啊 有各種遊戲的節目啊 那另外呢 在夜總會裡頭 有各式各樣的活動啊 大家非常的高興啊 非常的快樂 其實呢 那已經掉到一種 掉到一種 事實上是一種 是一種難受裡頭了 哦 好 那麼未來呢 未來啊 未來的 未來 就說 天地將會去 但是上主的道啊 不會 不會 它仍然的存在 那麼未來呢 未來就是人間享受的情形啊 更為白的情形啊 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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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 往 黑暗的地方走啊 迹象就是耶稣 耶稣讲话的时候的手势都是这个样子 很多话圣像的时候耶稣讲到 在以前的歌德 在以前的拜占典 耶稣说话的手势都这样 西方神秘色彩 很多佛教有什么手印也有这个手印 不介绍那个 当人被创造的时候 都是有点质朴 有点不知所措 亚当是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被创造的时候是什么 神有祂的旨意要放在他们身上 凸付给这个人 凸付给这个人来帮助 帮助祂 祂要管理世界上这些东西 世界上创造了很多书 生命书 金钱书 发财书 我们现在景观的人每年都发明一种发财书 说到哪去 对景观的人一种讽刺 您看不清楚 这个地方看得很清楚 他眼睛特别明亮 他是真理 他是生命 他是道路 他知道所有的地方 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 他的旨意高过我们的旨意 在充满着创造的风卫里头 是多么漂亮的环境 好了 那这个亚当啊 亚当就是一样啊 虽然无法计较 可是他还是有那种的本质 其实他不知所措 他就是多么的纯切啊 是不是 他是无辜 好了 到了人间 在别的地方 他这个Hanonymous手画的耶稣的圣像 他上十字架的时候 哎 这个呢 那是脚底的神情 是跟着这么一样的 就是暗示着说 他被创造的时候呢 哎 他创造的时候 就要来吃这些苦 受这些苦啊 好 那以前的人很多 好啦 就是说 这个Hanonymous手画 不许画这画的时候呢 他不是无中生有啊 他这个 在别处啊 老早有人画的 画的说 这个天主就是这样啊 用这个手语啊 然后把这个使命交托给夏娃跟亚当啊 这个是 这是夏娃这是亚当啊 交托给亚当 也不是交托给夏娃 好 那么当初造的时候 就有一些黑暗面的存在 可是黑暗面在这个地方啊 还是一些很可爱的这些造型 只是他们 他们呢 他们实在是看了 让人毛骨悚然啊 那么这些树啊 这树现在还有 在非洲的地方 还有这样的树 我们看不见 然后要描绘天堂呢 就描绘神秘的 啊 造出来的 的 的造型 有一个神秘的 的体 然后挖了一个洞 里面是什么 黑黑的 让我们叹形不得 可是呢 在门口有站了一个 守门的 守门的 神秘的一只 猫头鹰 啊 这个猫头鹰 我们在 啊 拜占庭的时候 有说到那个 那个建筑物的造型很像猫头鹰 猫头鹰 白天不活动 晚上啊 不不不不 会叫出那个奇怪的声音 是很神秘的 好 那么 啊 为我们人类所造的 在人间 现代的人间里头呢 会有人遨游 啊 跟 啊 这个鹅一样啊 自由在里头 翱翔 那么人啊 在里面 开始 人啊 接触到这个天堂呢 是一种 好像游乐园一样啊 就是游乐园 大家充满的乐趣 在里面呢 忘掉 忘掉人间的疾苦 然后可以到水里头的玩 可以爬到高中 可以倒翼 可以跳水 可以 像这个呢 也是在古老的绘画里头 已经有这样的 那么 作为一个画家啊 他也要画很多东西啊 他要学很多了 哎 那么 那么 关于生命树啊 跟生命有关啊 跟生殖器官有关 很有关联啊 那么 在这个所创造的这个 原里头呢 都有价值的 有价值的这个 生产的东西 那 好啦 我们现在这个叫做什么 虚拟的世界头 常常啊 在中国大陆啊 在中国大陆 在昆明的地方 在表演那个高科技的时候 会有大气球 大气球里面啊 会有人在里面 在里面走动 这个 这个大气球啊 是天主保护人 在不好的环境里头 还不适合生存的时候 给了一个保护 那么在里头呢 就 就有 可以 可以有 是吧 男性跟女性 在保护之下呢 是过着和谐的生活 那后来呢 后来 这个好玩啊 就很多 很多的 这些现象就出现了 因为 天主给人好多的自由啊 于是呢 于是啊 人应用他的自由啊 就 随意啊 要喜欢跟儿亲嘴啊 喜欢倒立啊 喜欢啊 啊 自己啊 自己又不喜欢做成人的样子啊 又不 啊 就跟啊 跟这个真情野兽啊 混在一起啊 跟植物混在一起啊 跟植物混在一起啊 就 这里面我们没有污蔑那个 就是说 对于那种 比较不同的种族 比较那种 叫做另类的 但本来没有要合在一起的 就开始有一种接触 啊 啊 不只是吃苹果了 先吃草莓啊 啊 草莓啊 是好吃啊 就说 吃就吃了 吃了吃了 就是吃喝玩乐啊 啊 个人的玩乐啊 集体的玩乐啊 那 不知道 他就在一种 啊 邪灵的这个引导之下 去做出很多 很多 异类的事情啊 我刚刚说 不是 不是正常的 啊 的这种 跟很多不一样的东西 集合在一起 然后 啊 多种 人种的这个 玩耍啊 啊 他说 这是倒立啊 这是 啊 要躲到屋子里头 好好的 好好的地方 不住我 这个是 啊 充满了这个 到处 就充满了欺骗啊 跟诱惑啊 啊 放弃自己 一时又产生了什么 产生了七宗罪 七宗罪啊 七宗罪啊 七宗罪也是这些呢 啊 所画出来 很有名的 那他哪七宗呢 有这么多 今天呢 不特别说 以前有分享过 那么如果用十二个言则来说呢 他比那个七个还多了 那么七宗罪的结果呢 会带来四件事情 到最后会 会终结 然后会有审判 在活的时候就有地狱 那么 还要 还要带来一件希望 还有第一的 天堂的荣光 天堂的荣光 那么这个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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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以上就是 介紹了Helenimus Bush所說的 分享到人文社會服務 在我們這學生很重要的事來說 當我們過了文藝復興巴洛克之後 人就開始往外延伸 從古老的相信裡頭 那種這個是已經被突破了 就是古時候說 這個地獄啊那個天堂啊 這個是人間啊 地球是人的中心啊 那關於地球是宇宙的中心 我準備在一個論文裡頭 跟大家分享一年級的同學 我會參加你們的研討會 請你也來參加 地球真的是宇宙的中心 這個事情只是它的圖像 不是這個樣子啊 圖像不是這樣 那麼基於這樣的一種古老的信仰啊 那麼人還是去突破啊 那個是未來的第一 這個人就是Helenimus Bush 自己的畫家很喜歡啊 把他自己畫到畫裡頭去啊 這是常常有的事啊 那麼剛剛所畫的這些 就是奇怪的行為啊 都不是人所自己願意做出來 都是這些環境啊 那環境是人 哪位同學有什麼話要說嗎 對 要提醒我要下課了是不是 好啊 那麼這裡面呢 又有他的偏俠主義啊 把那個猶太教啊 把那個阿拉伯人啊 放進來當成敵人啊 那麼這是魔鬼的誘惑啊 這個是各樣的 你可以看到那些眼神 是純心要使壞要做壞 那麼關於使壞做壞的 這個古說的話裡頭啊 就是偷吃了禁骨啊 就是這樣 那麼先造了人造了人多有 這個 摸這條魚是什麼意思 我 同學你想想看 我一下子忘記 關於這個呢 就是 人喜歡吃撒西米嘛 吃撒西米有什麼錯呢 吃撒西米就是 啊 這叫做禁食的時候 也還可以吃魚 這些啊 就 敗壞的人啊 裡頭還存有一些希望啊 光明的地方不走啊 躲到黑暗裡頭去啊 這個 天從這個蛇的誘惑啊 那麼脫失禁果 這些故事啊 那麼 來跟動物結合啦 那麼這個 大家在一起啊 那麼 啊 這個是神職人員的敗壞啊 啊 這個 就 啊 跟那種啊 不 不正當的人 有一種親密的關係啊 然後就唱起音樂來 啊 好啦 我們這個 馬丁杜德 曾經 曾經做了 做了一個宗教改革啊 就 對於 對於宗教界的腐敗 它有一個 編搭 跟創歌 然後 剛剛那個 無辜的女生 在進入那個 黑暗的世界以後 她的表情是很不一樣啊 那麼 這裡又很特別的 就是 我不曉得這 對不對呢 那 對於 宗教裡頭的音樂啊 是 是 帶有譴責的意思的啊 就是 人的過度的 這個 巴哈啦 這個 修邦啦 什麼 浪漫主義啊 波羅波羅走到現代啊 這 這個 Vilos啊 然後還有 那些 緩戰的啦 還有這個 唉 這些音樂啊 其實有時候有帶也能把人帶到一種啊 啊 不可 不 很難保持冷靜的一個狀態啊 那麼像這個就是 這是一個會叫的音樂 那麼把人 侵吞了 那麼人 人啊 敗壞了以後呢 就被一種 被一種東西所瑕疵啊 那麼 胸口都不自由了 人的表情都不靈活了 然後呢 這一幅畫很好恐怖啊 那麼看不清自己 那麼因為看到的都是一種啊 從 從別人那裡改變的狀態之下 給造回來的 那麼 跟當初 這兩個是同樣的人 跟當初的那個 純正無邪的樣子啊 都已經 面目強揮啊 那種 所做的事呢 那麼 當初啊 當初 天主的那個 那個 神聖的符號 已經被骰子啊 被刀啊 被那些 污秽的東西啊 要把它弄得不堪啊 啊 破不堪啊 那麼還有這個 正義的人士啊 要被那個 啊 傷害啊 啊 這個是唱歌的人啊 這個唱歌的人 唱出來的是好可怕的 也不曉得是什麼東西啊 樂器啊 演奏出來的 這些奇怪怪怪的東西啊 那麼 使人呢 受了一個 智庫啊 啊 這些圖像就充滿了 充滿了 這些諷刺啊 那麼 好 那麼 這個呢 這個呢 要用一些人來表示 當然 可是呢 用人來表示 還是不過的 我們說 那個 達文西啊 畫的 那個 標準人 是完全人 其實他畫的是他自己啊 這個地方 也跟各位再說一遍 然後另外呢 畫這個人是耶穌 非常有意思的 我們看的話呢 啊 就要想 他主張 他主張要藝術 啊 要科學 那麼科學啊 科學就叫明達 今天的丁神戶告訴我們 這裡面 聖靈的明達就是 science scientific 就是對於一個真理的探尋 那麼 知識啊 是要從 上 到 下 就完全的探索 完全的探索呢 有分了三個像度 最高的 抽象的 最低的 具體的 啊 精神的 材質的 然後呢 左右呢 是用一種理性的去理解 另外一種是我們 感覺器官的去感知 然後對經驗的累積是 從古時候的歷史神話 啊 書本書籍 然後到 我們現在 自己的經驗 個人的經驗 到團體的經驗 通通把它整合在一起 整合在一起啊 這一切的 最後 都要依靠一種 這叫做 由天而來的 Illumination 這種靈感 才會在一種 我們以前 靠我們自己的 在文化的探索裡頭 所得到的東西啊 才能夠得到突破 才能夠啊 在現象裡頭 知道它的改變 然後把它整成系統 經過辨證 然後把它整合起來 變成一個普遍的堂式 那麼到最後呢 是啊 變成全體的comprehension 不過它最後是虛無 虛無沒有關係 虛無呢 啊 啊 剛剛說的那個虛無 我們還有對應的方式 剛剛呢 把它用一個簡單的圖 剛剛那個呢 一個球形 你也許看來太複雜 它其實一個叫做 輪轉式的 叫做 滾動式的思考 滾動式的一些進程啊 從這樣子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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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跑 隨時在改進 然後呢 這個認知的系統 也是這樣啊 它再做一個整合 再一個 the way of thinking 我們怎麼樣子想呢 它有這樣的想 後面有中文啊 啊 就是說 思考的形式有這幾種 柏拉圖 蘇格拉底 蘇格拉底之前有辨識 辨識 簡單說 叫做 胡說八道啊 好 然後在柏拉圖式的理想到 亞里斯多德多神系統 哲學家 再把它 整理的 更實用一種 聰明的人 就拿來 變成 做幼稟 然後變成 每個人 拿來飲用 用了 就變成 大家在用的 普通常識 可是這個時候 再會出現一種 胡說八道的人 那個叫辨識 說的頭頭是道 你聽了都聽不完 我希望我不是那種人 現在的名嘴就是那種名嘴 哦 那在思考呢 思考分成有資料有訊息有學問有論述有見解有智慧有嘗試有現象 然後當我們接受到這個資料的時候要小心啊 它類似於那個辨識的辨識的 辨識好狡辨好精彩啊 要不是柏拉圖出來跟他搏陣的話 那以前的人就都被迷惑在這地方 所以我們想要結束 那這件事情呢 我們跟各位分享的十二件事情呢 一、二、三 一、二 再兩邊 三、四、五、六 七、八、九、十、十一、十二 它變成一個簡潔的圖 簡潔的圖呢 是再次的重複 然後我們所剛剛的繪畫建築呢 都是按照一定的理則在進行 然後呢 現在 現在我們要用抽象的方式去瞭解 才會有很寬廣的認知 然後才會整合成自己的 自己的真知著見再發揚出來 好 是